各位老师大家好 首先非常抱歉 最近学生毕业季论文特别多 所以压了好多老师的问题都没有回答 那我今天趁这一会儿看看能回答几个问题 有一个老师问 会表示将来的时候 据委要不要用得的问题 比如说根据他的语感 说他会来和他会来的 觉得语感上没有区别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那这个问题主要涉及到 就是语气词得的问题 就是在据委的这个得 他表示一个肯定强烈的一个语气 所以据委有的时候有得 有的时候没有得 那他有一些细微的区别 比如说他会来和他会来的 从语法上都是对的 但是用上得呢 这个语气就稍微强一些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比如说放心吧 我会参加的 那这个语气就更强烈 也更肯定 如果说我会参加 那语气上就没有有得 更肯定更强 所以这个就是据委 语气词得使用和不实用的问题